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BTS随成员全员入伍中 但为了ARMY粉丝留下不少礼物意解相思 全新纪录片映集BTS Monuments Beyond the Star 纪录七人未曝光的访谈 还公开老妖救国队长RM高中毕业典礼的模样 BTS Monuments Beyond the Star在Disney加上限两集 公开BTS成员们的私密访谈内容 其中JHOP提到出道前曾考虑跳槽其他公司 但因为和其他成员已经一起努力了两年 我也烦恼过但其实答案很明显 他们是让我喜安的存在 我也不在乎公司如何 我是为了我的伙伴们留下 他也表示这个决定是人生中决定命运的瞬间 BTS Monuments预计会上架八集 曾经青涩的男孩一晃走上韩语顶流多年 想当初队长金南俊RM是第一个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在出道之前RM已经是小有名气的rapper 高二时编译一名Runch Ronda 在地下HIPHOP展开活动进行许多公开表演 之后经韩国说唱歌手Sleepy介绍加入了Big It 当时RM近17岁 SUGA是第二个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2010年Big It整选赛中 SUGA以第二名的成绩加入了到了防弹少年团 当时他准备的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正好戏是第三个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出道之前拥有超凡舞蹈能力的J-Hope 在练习声界就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了 所以一开始BTS被称为有正好戏的那个团体 他也是参加了Big It整选赛加入Big It的 当时试镜的Big It高层人员在房间里放置了一台摄影机 就让他随意跳舞 结果J-Hope连续跳了两个小时 就这样通过了试镜 第四个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是金硕珍Gin 他是唯一一个被星探发掘的成员 早在Gin15岁的时候就接收到过SM星探的名片 但因为当时年纪太小 担心演艺圈诈骗等事情的发生 就没有进入SM之后加入了Big It 田舅国是第五个加入防弹少年团成员 他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韩国的选秀节目Super STRK 当时比赛成绩并不太好 但却收到了Big It、J-Cube等七家公司的名片 之后他一一面试 来到Big It的时候 看到了RM在练习室练习舞蹈的过程 觉得非常酷 于是加入了Big It 第六位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是金太亨V 2011年17岁的金太亨陪着朋友去Big It试镜 结果直接被公司的人发掘 而在当天的征选中 也只有金太亨一人通过了试镜 朴志明·Jiamin是最后一位加入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Jiamin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釜山艺术高中舞蹈科 而成为一名歌手一直是他的梦想 但周围的老师与朋友却极力阻止并告诉他当歌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就算出道了也很难成功 但坚持梦想的他独自一人来到首尔 参加了Big It试镜 最终完成了防弹少年团的最后一块拼图 2013年6月防弹少年团正式出道 出道去No More Dream 唱着你的梦想是什么的七位情色的男孩 出道舞台结束后 成员Jiamin因为觉得没表演好哭了 自责演出不够完美 出道平均年龄只有19岁 出身于小公司 资源财力都不够都十分的珍惜舞台 唱出批判精神的嘻哈歌词 融合整齐化一的舞步 防弹少年团的风格强烈又独特 但大众的反应平平 甚至一度被冠上偶像硬要玩嘻哈的骑士眼光 出道一年还是拿下了新人奖 未来的路却更加坎坷 2014年防弹少年团的一首男子汉 让他们开始收到瞩目 还一度进入音乐节目一位后补 只是后来的一连串的密集的回归行程 无论编舞怎么升级 舞台仔怎么强悍 成绩就是不如预期 成员们都表示了 对于拿下一位的渴望与期待 出了一位别无所求了 树格说很害怕那种非常期待 却什么都没有 一次次的期待 一次次的落空 但是七位大男孩没有放弃 直到2015年以INED又拿下了首个一位 詹明在后台哭得稀里哗啦 2015年成员们许下拿到大赏的愿望 面对遥不可及的大赏 成员们都吐槽别做梦了 不过一年之后 防弹少年团凭借FIRE 就像是歌迷一样 以燎原之势 引起了火爆的反应 之后就一路开挂 不断地创造着新纪录 红到了国外 不止文明于亚洲 更是红遍全球的南韩男子团体BTS防弹少年团 从2013年出道初期的不被看好 到爆红后人气 话题都直线上升 至今BTS成员们迎来出道11周年 从情色大男孩转为成熟男人 也到了履行南韩国防义务的时间点 团员们的兵役话题 一直是粉丝和大众关心的焦点 如今全员入伍的他们 近代归期 BTS当兵时间一 JIN 2022年12月13日入伍 预计2024年6月12日退伍 在BTS兵役言后争议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所属经纪公司HYB娱乐 在2022年10月17日给出了相关回应 HYB娱乐表示 为了让各位粉丝理解 有关防弹少年团兵役仪式 一开始具体助手相关准备 并透露防弹少年团的成员JIN 将在2022年10月第十申请兵役言后取消 并预计将会依照相关规定和指示 入伍服役 2022年12月13日 JIN作为队内第一任入伍 成员们也全员到其为他送行 BTS党兵时间二 J-Hope 2023年4月18日入伍 预计2024年10月17日退伍 J-Hope在2023年4月17日时 晒出平头罩 并上传首写字 会健康地去去就回 表达了自己即将要入伍的消息 更要粉丝们别为他担心 2023年4月18日 J-Hope以现役陆军身份入伍 当天也是全员到其为他送行 王内救国甚至是从美国飞回韩国呢 BTS党兵时间三 SUGA 2023年9月22日入伍 预计2025年6月21日退伍 SUGA在2023年8月初 与韩国首尔举办完巡回演唱会安科场 SUGA August DDAY TOUR后 HYBE娱乐于9月17日上传公告 表示SUGA将在9月22日 以社会服务要员身份入伍 并请大家在心中温暖地为SUGA送行 当天场地外不举行任何官方活动 而虽然HYBE娱乐尚未公开说明SUGA 以社会服务要员入伍的原因 但粉丝皆推测是SUGA 在出道前打工时期 遇车祸导致的肩膀伤后遗症所致 BTS党兵时间四 RMV 2023年12月11日入伍 预计2025年6月10日退伍 2023年11月22日 HYBE娱乐发布消息 透露BTS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RMJMRNV救国皆已开始助手 进行旅行兵业义务相关的准备手续 并表示 关于后续的入伍消息 会在确定后尽快告知大家 消息传出一周后的同年11月29日 据韩媒报道 RM和B将于12月11日进入训练所 正式入伍 BTS党兵时间五 JAMIN救国 2023年12月12日入伍 预计2025年6月11日退伍 而JAMIN和盲内救国 将跟随RM和B的脚步 于隔一天12月12日 进入新兵教育队训练入伍 JAMIN和救国两人在12月12日 前往的陆军第五步兵师团新兵教育队 是大哥JIN作为助教抚育的地方 三人预计以助教和训练兵的身份 与军中再次相遇 依据南韩兵役相关法规规定 男性需抚育约18到21个月 因此BTS全员皆在2023年12月前完成入伍 那么全员完整体跟粉丝见面的时间 就有希望落在2025年夏天前 虽然暂时离别会感伤 但履行国防义务是必须完成的责任 绝对要执行 在等待团员们推伍的同时 也让人更期待2025年已完整体回归的BTS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更多优质好作品